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专访,我是主持人冯伟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朴炳宽先生做客节目 朴总您好,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爱多美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朴炳宽 好的,非常欢迎朴总来做客我们专访 今天也有些问题想跟您进行一些交流和探讨 据我们所知,爱多美其实自创立以来始终有着独特的经营理念 就是以消费者为中心 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如何保持原有的发展态势呢? 爱多美公司的私信里面有一个私信的最后一条是谦卑服务 所以我们始终牵持谦卑服务的心态去服务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一直坚持这个消费美中心的一个文化 那这个爱多美公司的这个本身的特性是产品流通的公司 产品流通公司的话 我们应该给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便宜的价格给产品 所有的消费者是非常喜欢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的 所以我们以后,未来我们一直坚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爱多美公司的这个 所以我们以后的这种发展趋势当中呢 我们维持这个三点 第一个是产品方面给消费者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提高一下这个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购买体验 第三个是我们的售后服务 这个三点来体现的 第一个我们的产品的话 我们推重的产品理念是大众精品 大众精品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这个大众和精品这个概念是有点冲突的 但是这个我们一直推崇大众可以享受精品水平的产品 这是我们的理念 所以我们产品生产和租倦过程当中 我们一直保持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战略来应对以后的市场 第二个是我们提高一下这个购买体验 那消费者的购买体验要提高的话 我们首先是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电商的系统 我们现在拥有我们的系统 但是我们初期的时候为了建立这个系统 我们这个采用韩国的系统来做我们的电商系统的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不太适合中国的一些消费习惯 所以我们以后这个要升级这个系统 系统方面的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强化消费体验 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方面的 我们这个爱多美公司一直坚持这个谦卑服务 有这种理念 所以我们售后服务这个方面呢 我们强化 然后这个售后服务呢 我们正在这个爱多美公司运营这个客服中心 现在有这个很多的方面给会员提供服务 但是这个有一些方面呢 我们还是比较欠缺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会员购买产品以后 这个物流方面的一些这个感受 和这个其他产品方面的族群 然后这个有这种方面呢 我们还还需要一些提高提高一些我们的服务水平 所以我们以后这个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以后的话 对我们的产品的理念和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购买体验 和售后服务方面应该要提高 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以后的这个市场方面是比较好的前景 朴总刚刚其实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啊 我们都知道爱多美其实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相信在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会应对很多的挑战 那么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我刚才说的一样啊 我们现在这个最大的挑战是 一个是产品方面和系统 另外一个事情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来临 对我们的一些很大的挑战 第一个产品的话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品 80%以上的产品从国外进口过来的 但是我们以后的长期的发展战略呢 我们这个从韩国过来的大部分的产品在中国盆土化生产 但是这个盆土化生产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一些研究来完成的 所以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们觉得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的有一些产品的原料是这个 如果盆土化的话从韩国拿过来 有一些这个原料的成分也许在中国国内实现的时候有点难度 出去的时候从应该从这个国外或者是韩国拿过来 那这些成分这个原料在中国实现一些盆土化的时候呢 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时间和这个资金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比较大的一些挑战 还有一个是系统问题 我刚才也讲过我们的系统现在不是特别符合中国市场的消费者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正在去努力 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 现在中国的这种IT的这种技术发达是世界上最好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中国的电商的这种购买系统 然后结算系统 然后这个服务系统 五六系统是世界前列的 这种环境下 这个外置企业到这边来 跟这个这么发达的这个IT环境下 跟中国的企业一起竞争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正在也 这个研究 我们的系统的一个升级 然后我们正在跟这个 阿里巴巴集团的阿里云 跟他们一起合作建立商城2.0 这个商城2.0的话 以后的发展趋势是大数据和这个AI一起结合的比较好的平台 所以我们以后要这个做的比较大的战略是就是商城2.0的建立 这个也是现在我们目前的阶段 需要一些产品的知识 或者是推广过程当中的一些爬里爬柜的知识什么的 然后我们应该是大量的时间去给他们培训 但是来了疫情以后 线下的这种培训是这个很难做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线上的这种方式去培训 但是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现在很好地克服了这一点 我们这个所有的我们培训系统都转为线上来这个给我们的经销商去培训 其实刚刚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呀 我们也了解到企业发展着实不易 那么其实在这个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群体是不容忽视的 那就是经销商的这个群体 那么在爱多美进入中国市场的这一年时间里 我们是如何强化对经销商的管理和规范呢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销售渠道里面呢 主要一个重要角色的人群是经销商 我们所有的产品通过经销商去推广给消费者的 然后经销商服务消费者 然后消费者可以感受到我们产品的一些体验 所以经销商的群体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有的时候这些经销商是 我们的我们产品的一些用户 这个爱用者 同时他推广产品 通过这种推广活动来 这个经营自己的事业的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在推广产品过程当中 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比如说消费者保护法 比如说版本正当竞争法 比如说广告法 这个公司也是发现这样的问题 应该要这个规范市场 所以我们积极这个推广经销商的培训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呢 这个线下的培训是比较有难度 所以我们线上通过线上每周实行培训 但是这个培训的内容里面呢 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 然后这个商业道德 然后这个个人的素养方面 也是加强的 只是光把这个法律法规的培训 也许没有提升经销商的一些 所有的一些素质和能力 所以我们是比较注重商业道德和个人素养的这样的培训 以后的话我们这个继续强化 然后以后的话 我们如果这个疫情缓和以后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的 胖市区积极推广 请销商的培训 来做好这个市场的环境 票董 其实我们在开头已经说到啊 其实爱多美是坚持这个大众精品路线的 那么爱多美的这个跨境电商渠道 是如何保持这种高性价比的优势呢 这个跨境电商这个领域的话 我们本来是韩国的话 是电商的一个企业 我们的电商的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这个我们爱多美公司 本来是在中国记录的时候 没有考虑过这个跨境电商这个领域 我们是这个通过一般的这种电商的方式去 这个推广产品 但是后来发现有很多的产品 在中国这个注册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但是这些产品是通过跨境电商的这种渠道 可以尽快这个供给我们的消费者 然后发现这些这个政策以后呢 我们也是这个尽快转换这样的销售的一个商业模式 然后我们推广了我们的跨境电商的这种模式 然后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些产品的话 主要是从韩国进口过来 然后以后我们也许 我们这个进去的海外的其他 这个爱多美公司开发的产品 也是通过跨境电商去销售 有这种想法 产品方面呢 我刚才也提到爱多美公司 推崇的一个产品理念是大众产品的战略 大众产品的话 同一品质的产品的情况下 爱多美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同一价格的这个水平下 爱多美的品质是最高的 有这个理念的 所以我们这个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战略 我们爱多美公司呢 就是产品 我们这个维持大众产品的 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呢 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产品开发 这个方面去减少我们的产品成果 产品开发的时候 我们选择品质比较好的 但是价格可以接受的 比较便宜的这种原料 来做我们的产品 然后还有一种呢 我们是这个包装方面 我们节省成本 爱多美的产品 这个大部分都是包装是比较朴素的 我们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种华丽的这种包装来做 因为是这样的话 这个产品的成本会提高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减少我们的产品的 这个生产成本 这个还有我们产品的价格制定的时候 我们公司的利润 这个保持在公司能够运营的水平 我们是保持在百分之十内的公司的利润 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些这个公司的利润呢 都这个给到消费者 然后我们这个制定产品成本的时候 产品成本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我们的这种产品成本的比例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去维持高品质 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价格 我们爱多美的这个产品战略 刚才我说大众精品这样的一个战略 但是这个大众精品战略以外 爱多美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全球的一些流通 产品流通的战略 这是GSGS GSGS的话 Global Sourcing Global Sales 全球采购全球销售这样的战略 所以我们中国公司也是现在这个从海外的比较优秀的产品 在中国这个通过我们的电商平台去销售 同样我们在中国呢 爱多美中国公司在中国国内 我们自己的工厂生产产品 还有在我们这个中国当地开发比较优秀的产品 然后销网其他的爱多美这个进去的 其他海外公司去销售 我们是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战略 这个战略呢 也许比较推动这个中国这边的一些出口 所以我们正在山东和其他的区域呢 我们正在开发当地比较特色的原料 通过这种原料去这个正在研发产品 所以以后我们也是这个爱多美的这种 这种GSGS的产品战略的这种环境下 我们也是大力推广中国产品 销网世界 朴总 其实刚刚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呀 最后有个问题特别想问问您 就是咱们爱多美公司的发展愿景是什么呢 我们爱多美公司成立的时候 就是爱多美中国公司成立的时候 我们这个制定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发展战略 我们是产品流通的公司 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制定的第一个愿景是 消费者值得信赖的企业 这是我们的愿景 我刚才也说到这个 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众精品购买体验 我们的售后服务 通过有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这种服务 我提前来完成我们的第一个愿景 第二个愿景呢 我们是在中国最遵守法律 和最规范情益的企业 我们爱多美公司呢 现在进入了这个世界19个地区的海外风公司 我们每一个地区进入的时候 我们最首先要遵守的是当地的法律法规 然后规范经营 我们爱多美中国公司也是一样 在中国的话 我们是最规范的经营的企业 然后我们的企业和我们的经销商 都遵守国内的法律法规 然后规范经营 我们的第三个愿景是 注重公益慈善的善良企业 爱多美的文化当中 第三个文化是这个喷香的文化 喷香的文化是注重公益慈善开始的 我们爱多美公司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三位开放商城系统之前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公益慈善的活动 商城开放以后 现在这个过了一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这个涉及到这个环境 儿童 青少年 教育 产纪人 有这种相关的领域 然后以后我们也是继续扩大 慈善项目的领域 调总我们都知道 爱多美公司其实坐落于中韩产业园 那么坐落于中韩产业园 我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和规划呢 爱多美公司是这个 国务院正式批准的中韩产业园 入住的企业 这个对于韩制企业来说 到这个中韩产业园区域 来投资是非常大的意义的 我们正在呢 跟这个我们所在地 延台市和这个我们所在的 这个高市区政府 正在积极合作 这个建立爱多美产业园 爱多美产业园 这个不是爱多美 这个我们一家公司来建立的 我们韩国有爱多美的 这个很多的供应商 然后这个供应商当中呢 他们希望到中国来发展 有部分企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 所以我们这些企业一起到这个中韩产业园 这个区域建立一个爱多美的产业园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爱多美的这个 从产链把它提升 这样的这个爱多美的产业园呢 肯定是对这个 这个严台的当地的这种 经济方面呢 肯定有一定的贡献 好的非常感谢朴总今天的分享与解读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 爱多美将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节目的最后呢 非常感谢朴总来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欢迎您常来与我们共同探讨一些 当下的时事热点话题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